哈喽,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怎样来检查你的植物的健康的状况 今天我给我家的植物来一次体检 Can I have you? 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英文、中文他都不懂 实际上不是他不懂 而是我没有读懂他的语言 那么实际上我们这些植物 他都有一种语言 他是通过他的叶面枝叶的改变 来告诉我们他现在的健康的状况 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柠檬 那么我们首先要通过他的这个叶面的颜色 叶的这个大小 以及他的这个健康的光泽 还有这个有没有这些掉叶子 各种各样的情况 我们可以判断出他的健康的状况 那么我们可以看这个 这个Lemon树 它的这个叶子的这个色彩呢 基本上是均匀的 你看上边和下边 这个颜色基本上均匀的 那从这个均匀呢 都是一种深绿的颜色 那么我们可以看出呢 它是一种比较健康的一种状态 它的这个新的枝叶呢 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些新的枝叶呢 也都开出来的 也都是比较的这个健康 就是光亮光泽 而且颜色很深 这就说明什么 它的肥料的比较充足 那么我们再检查一下我们这颗Lemon 这颗Lemon呢 就有一点点问题 能就能够看出来 首先我们可以看 它的这个枝叶的大小 我们会发现 这个底下的这个叶子 非常的大 挺大的 而且它的这个叶子呢 上面的呢就变得小 底下的叶子变得大 上面的小 而且在它的颜色呢 就是底下的比较深一些 而上面的呢 就颜色就浅淡一些 这是通过这个颜色呢 我们可以看出呢 这个它的营养成分不足 它的这个氮肥 因为这个氮肥呢 它是一种mobile的一种nutrition 就是说它可以移动的东西 就是说它的氮肥 它是可以从老叶子和新叶子上面分享 就是均匀的分享 这样的一个叫做充足 如果要是它不充足 那么往往呢 这个它的这个色彩和大小就会不均匀 那么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 那个老叶子 以前呢 它们是非常充足 所以长的形状比较大 那营养不良的时候呢 它就变得小了 这就是说从塞子 从这个页面的大小 我们可以看到 它存在不存在营养的问题 因为什么呢 比如说就像人一样 这个人要是营养好了 都长起格壮壮的大大的 那个营养不好的呢 就会很瘦小 同样植物也是这样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大小 来发现它的有营养的问题 另一方面呢 我们可以通过色彩 那么色彩呢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 像这样的现象 就是说有些叶子 它会发现 你会发现纹路清晰 然后别的东西都显现出来 那么这样的情况呢 往往就特别是这一种 往往就是一种缺美的现象 也就是缺微量元素的现象 还有一种呢 就是说如果要是在这个tip 在这个边上会有一些干燥的情况 当然我这个不是了 就是说如果要是有在这个边上 有这种坏的现象 或者是这个叶子 有水坏的现象 这样往往都是缺钙的现象 那么这个呢 基本上不缺钙 但是它缺铁 缺铁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 通过色彩呢 我们可以看到 它缺什么微量元素 那么还有一个 另外一个方面 就是说我们通过它的页面上面 所存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页面 在这样一个情况 就是说有一些 有一些白的东西 有一些白的东西 在存集在这些页面当中 或者页面有一种枯萎的这种现象 这就说明什么 大部分原因呢 就是说这个地方呢 可能有针菌的问题 就是说它可能阳光不够 或者是通风不够 那么它就会产生这种白的东西 就是像这个一样 它会有白的在这个页面上 那么这样的情况呢 那么它就是一种真菌的状态 那么真菌呢 遇到这个样的枝叶 一定要把它什么 把它拿掉 就OK了 就是把它拿走 一定要把它拿走 这个页面就把它拿走 把它摘掉 这样的话可以帮助这个 避免它这些传染的过程 就是避免它传染给其他的这些 其他的叶子 所以说这些呢 都是真菌的东西 所以说这个一定要把它拿掉 而且要把它放在垃圾桶里边去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当然你可以从在这里边 可以看到这个页面 有一些好像受伤的一种状态 那这个不是真菌 那么这个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可能是就是冬天 在有露水 在这儿结冰了以后 冻伤 所以这样的情况 往往是冻伤的一种状态 所以这个呢 你不用管它 冻伤的一种状态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看这个表面 页面的表面上 如果有其他的一些东西 或者受寻的状态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树 这个植物存在的 是不是有真菌的问题 那么实际上 说起这个真菌呢 我们 我们在这个种植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 比如说 以前我们在这儿有一颗枸杞 那么枸杞呢 我们在这儿种 种了以后呢 我们就发现 这个它页面上 经常会产生一些 白的东西 白菌 真菌 也就是说 这棵树旁边 我们有种过枸杞 它结了很多 但是呢 页面上 经常会出现真菌 那后来我们就把它拔了 拔掉了 清走了 扔垃圾桶里边去了 为什么呢 因为 因为这个枸杞呢 它失忆的一种 一种环境呢 一种气候呢 就是一种干燥的 一种气候 比如说中国 在宁夏 这个黄土高坡 那个地方 往往就是枸杞 生长比较好 结的大 也没有这些 没有这些真菌的问题 就是说 它是通过 就是需要干燥的情况 而我们这个湾区 这个地方 它是比较湿润的地方 而且这个有海风 吹来的 所以那么在这种湿度比较大的地方呢 你种这个枸杞 往往就会有真菌的问题 这那么话说过来 就是说 我们种植东西的时候 一定要想到 这个植物 是不是不适合 在你的这个地方 种植 我们回过头来 我们再来看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这个枝叶 那么枝叶 如果说是我们发现 很多的这些叶子 都黄了 就是比如说很多叶子 均匀的色彩变黄 那么这种现象呢 基本上就是缺水所造成的 就是本来这长得很健康 但是它比较开始变得黄了 整个的全都颜色就发了浅了 往往都是我们缺水而造成的 所以它告诉我们它是缺水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需要对它进行浇水 但是如果说另一个方面 如果说它很多叶子开始掉 掉的满地都是花掉了很多 满地都是这个叶面 叶子掉了很多 往往呢 就是有烂根的现象 就是它告诉我们水太多了 那么我们要注意 不要再继续浇水 那么说起浇水呢 我们实际上 因为我们最近刚刚下过雨 那么下雨 连续下了很多雨 那么连续下了很多雨呢 你没办法控制 那么植物是不是 有烂根的现象呢 据我观察呢 我发现就是这个雨水 它有连阴雨以后 然后它会造成一点点 但是不会造成你的这个植物死亡 发现这个自然界的这些植物 它非常的聪明 它会survive 它会一种 这一种这个生存的一种技巧 所以所以它们才能够生存下来 那么那么怎么能看出来 这个水浇 浇水浇的太多了呢 那么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说我们的这个 我们举这个 啊 那么啊 那么你们可以看到 这个啊 这个tip这个地方开始 这个tip这个地方就开始 一些烂的现象 一些像烧焦了的一样 甘蔗的一样 这就是说这棵树呢 这个水分就太多了 知道吧 如果要是你的这个植物 叶子叶面出现这个tip这个地方 开始干掉 而不是颜色全部的变淡 那就说明你什么呢 就说明你是 这个植物呢 就是水分太多了 那么当然了 我们的雨季 所以就是它水就比较多 水就比较多 那么像这种现象的 no problem 你不需要太 比如说你看 它的这个新的叶子 都长得非常的 非常的健康 所以说呢 这些老叶子 它会 会逐渐地牺牲这些老叶子 来保护它的新生的 这些叶子 所以说这就是这个植物 它也是保护 它自己的孩子新叶 新生的 always是最宝贵的 所以说呢 这是这个 所以说你通过这个东西 能可以判断出 你的职业 是不是浇水 浇多了 另外一个问题 也是与浇水有关系的 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 开花的季节 就是花 它会 很多都会掉下来 在开花的季节 在开花的季节 我的这个经验是 如果要是在开花的时候 尽量的不要浇水 或者说是 更不需要 更不要用水枪 去吃这个表面 吃这些花 因为这样的话 对它的做果 是有影响的 另一方面 这颗花呢 不可能全部 都保留下来 所以它会 自然的会掉 脱落一些 掉在地下 这样的不要紧 如果它是太多了呢 你要是浇水 再浇多了以后 往往往 让这个花心 很容易烂掉 因为这个花心 它是有一些 花粉在里面 如果你浇水 浇多了以后 它就会出现 腐烂的现象 而让你这个花呢 还没有做果 就被凋谢了 就掉在地下 所以说呢 浇水 那个花开的时候呢 我的感觉就是说 不应该多浇水 当然下雨 你没有办法控制 另一个方面 就是说 我们通过这个汁液 或者汁干的 这个大小 我们可以判断 你的这个 磷肥的这个多少 或者这些 磷肥和甲肥的 这个 供应的情况 那么比如说 我们这颗 我们这颗西红柿 我们可以看出 它的汁干 非常的粗 非常的壮 那么所以说呢 你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呢 你可以判断 它的这个 磷肥甲肥 就相当的充足 那么 磷肥甲肥充足 这是一个方面 还有一个方面呢 就是说 要保证 你有风和阳光 这也是很重要的 一个 就是说 它的汁液的粗干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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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大小 粗细 是以你这个 所谓 有的这个 营养的成分 就是微量元素的 供应的充足 不充足 决定的 同时呢 还要有阳光 和风 所以阳光和风 也是一个 很重要的因素 如果这是 我们可以看 我们可以看 另外一个 我们可以看 另外的 这一颗西红柿 那么这颗西红柿呢 和那 和刚才的那一颗呢 是一个 一个时间 买进来的 但是呢 它就 很瘦 很小 它实际上 一个是 营养方面的问题 那么更重要的 就是说 它用 我们这个地方 它靠近 这个avocado 比较近 那么 靠近比较近呢 所以 它的阳光和风呢 就见得比较 比那颗呢 就见得少很多 你看 它们之间的区别 就很大 这就说明什么呢 就是说 除了营养之外 我们需要的是 风和阳光 这也是最重要的 一个 它的生长 能够长得粗壮的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这颗西红柿 它粗壮 它接受的阳光和风 就比较多 所以说 它就长得很粗壮 没关系了 因为那个 等过 它 就是在过一个多月以后 太阳就照射 就比较 比较毒了 然后那个 而且它往方向呢 它会接受更多的阳光 那么 所以我们也不关系了 好了 今天呢 我就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说 我们可以通过 枝叶的 叶面的大小 和它的颜色 以及存在的 这些受选的状况 来分析 你的这个枝叶 来分析 你的这个植物 生长的 健康的状况 那么你可以根据 这个它们的不同的情况 进行改正 让它生长得更健康 实际上 我有好几个有关 叶子发黄的这些视频 还有这个没长好 也有怎么不结果 这些视频 我有很多这些视频 大家可以去 在我的这个link底下 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视频 希望大家呢 对大家有所帮助 那么 谢谢大家收看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点击屏幕的链接 订阅 转发 点赞和收藏 欢迎大家浏览本频道 上百个视频 分享美国生活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欢迎订阅